这是一个8K视频 我用MPV进行播放 几乎是秒开 随便点击进度条 立即就能定位过去 非常丝滑 Hi 大家好 我是小易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款 非常出色的播放器 MPV 它是一款完全免费 开源 跨平台的播放器 没有任何广告 MPV不仅支持硬件解码 和高质量的视频渲染 还能通过丰富的脚本 进行功能扩展 可玩性极高 那我们开始咯 在浏览器打开MPV的官网 也就是这个地址 点击安装 这里就是MPV的安装包下载页面 MPV不仅适用于Windows 而支持Micro、Linux 和其他一些比较小众的操作系统 我用的是Windows操作系统 那就在这里下载 这里有两个社区贡献者提供的版本 我们一般首选第一个 点击 这个是作者在8月8日更新的版本 这里只发布了一个ARM芯片的特殊版本 那我们就看前一天 也就是8月7日发布的这里 展开 这里就是我们要找的安装包 大多数电脑直接下载这个 如果运行时出现闪退或打不开 折回来下载这个兼容版本 这个是32位系统使用的版本 点击即可下载 MPV非常轻量级 安装包只有30多兆 解压后 双击MPV.exe就能直接使用 这时候 它是没有安装在你的系统里的 我们在播放视频时 无法直接选择通过MPV播放 我们还要继续进行安装 先把解压后的文件夹换个名字 比如MPV 打开电脑C盘 打开程序文件夹 然后把解压后的这个MPV文件 剪切过来即可 OK 打开剪切过来的MPV文件 打开Installer 找到MPV-install.bat 右键 用管理员权限打开 点击运行 它就会安装到你的系统上 安装成功后 我们右键视频文件 选择打开方式 这里就会出现一个MPV选项 MPV的界面非常精简 只有底部这一行播放视频最基本的操作按钮 而且颜值看起来也有点潦草 咱们先来给它换个皮肤 在gethub上打开这个地址 通过这个插件 我们可以把皮肤换成这种按钮的风格 也可以把喜欢的按钮自定义成自己喜欢的颜色 OK 点击这个最新的版本号进行下载 往下拉 这里就是这个插件的安装包 这两个文件分别代表这两种不同的风格 这是插件的配置文件 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对皮肤进行个性化设置 这个是脚本文件 我们打开MPV项目文件 然后在这里新建一个 ProTable下滑线Config文件夹 现在我们需要在这里创建三个文件夹 分别用来存放这三个文件 首先新建一个Script用来存放脚本文件 点击把这个脚本文件下载下来 然后把它剪切到Script文件夹内 接着再新建一个Script-ops文件夹 用来存放配置文件 点击下载配置文件 再把它剪切到这个文件夹下 最后新建一个Fonts文件夹 保存皮肤风格 我比较喜欢这个按钮风格 那就下载这个 把它剪切进来 OK 最后我们还需要在这里新建一个文本文档 输入 输入OSC等于No 意思是让MPV 不要调用它默认的皮肤 保存 然后把它命名为 MPV.clnf OK我们打开一个视频看看效果 这个皮肤就被替换过来了 是不是比原来的要好看很多 这个图标按钮是可以随意替换的 比如我想把它替换成这种样式 打开Script-opts 右键 点击这个CONF文件 用记事本打开 这些就是它的样式设置 如果你看不懂 可以使用这个中文版的 我会把它放到视频的简介里面 直接把它复制进来 替换掉英文版即可 替换后 打开 请号后面的内容是这些样式的注解 比如我要把这个暂停按钮 改成这个颜色 那我就在这个文单里搜索暂停 这个是暂停时的颜色值 我们看看这个设置是多少 FF5733 复制 然后到这里进行替换 我们重新打开播放器 看 它的暂停键就变成了橙色 同理 要把进度条变成紫色也是一样的 在文单中找到进度条 然后 获取这个设置 然后获取这个设置 粘贴 进度条就变成紫色的啦 MPV是一个高度自定义的播放器 如果你学会了配置 就像在一个空房子里搭积木一样 把自己想要的功能加进来 让你的播放器变得既个性又高效 这是MPV的脚本仓库 里面存放了大家为MPV开发的所有功能脚本 我们只要下载下来就可以直接使用它 比如 我想让鼠标悬停在进度条上 就能像在线视频网站一样 实时预览画面 我们可以在这里找缩列图相关的内容 找到后 点击进入项目 点击code 下载这个压缩文件 下载成功后 我们把它进行解压 打开解压后的文件 这里有两个文件 LUA代表脚本文件 CONF结尾的是样式文件 然后 还是打开MPV的项目文件 找到我们刚刚替换皮肤时新建的文件夹 打开Script文件夹 把刚刚下载的这个 LUA结尾的脚本文件 剪切到这里 把样式文件 放到script-opts这个文件夹下 现在我们再打开视频 把鼠标放到进度条上 就能显示缩列图啦 是不是非常简单 其他功能也按这种方式添加即可 除了安装插件 我们还可以通过修改配置文件 来提高播放的质量和观看体验 比如我现在播放一个视频 现在已经播放到了20分30秒 退出播放后 再次打开 它又会从头开始播放 如果我希望它能自动加载到上次播放的位置 我可以在官网找到用户手册 在左侧的菜单栏找到恢复播放 就是这里啦 我们翻译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配置代码 我们把它复制下来 然后打开配置文件 还是MPV项目文件夹下新建的这个 ProTable下滑线config文件夹 找到这个配置文件 用记事本打开 张贴 然后输入等于yes 就说明是打开 为了防止时间长了 我们会忘记它的用法 我们可以在这个代码上面加个注释 输入锦 注意这个锦号代表注解 也就是高速程序 这句话是注销的 不要执行这句话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后面随便写 比如下面这行代码表示 自动保存上次播放的位置 yes代表保存 no代表不保存 ok 下次不管多久再打开这个文件 我都会知道这行代码代表什么意思啦 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效果 这次播放到28分10秒 退出播放 我们再次打开它 它就会接着上次观看的位置继续播放 如果你不希望一点点的阅读这些操作文档 我这里准备了一份常用的功能配置列表 把它复制到这个文件中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这个是窗口最大化 意思是播放视频时窗口会默认最大化打开 如果改成no 就会以正常大化打开 你也可以不修改 直接像上面的注释一样 在它前面加个紧 它就失效了 不会再执行 这个是窗口无边框样式 默认播放时是有边框的 如果把这个加上 播放视频 边框就被隐藏了 这个是窗口置顶设置 播放时 始终显示在屏幕最上方 这个是使用硬件解码 如果不需要 也可以在前面加个紧禁用掉 这里是字幕样式 在这里可以修改字幕的字体 大小 颜色等等 这里都有详细的注释 比如 我想把字体改成这个颜色 那就获取这个色质 然后在这里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复制过来 播放视频 字幕颜色就变成了这个颜色 这个是截图保存的路基 默认保存在电脑桌面 如果你要保存到其他地方 可以来这里修改 这个是保存的格式 默认保存png格式 如果你想保存成GPG 或者其他格式 直接在这里修改即可 MPV是一个非常精简的播放器 除了播放 暂停 进度调 调整声音大小 和切换字幕这些 其他功能都需要我们通过快捷键来操作 最最基础的想要播放或者暂停 你只需要按一下空格键或者P键播放视频 再按一下暂停播放 当然你用鼠标点击右键也是一样的 按一下左方向键是后退5秒 按一下右方向键就会快进5秒 如果想大幅度的跳转 按住上下方向键 按上方向键是快进60秒 下方向键就是后退60秒 如果你觉得5秒60秒的跳转还是不够精准 按住shaft键 再配合左右方向键 就可以实现1秒的精准跳转 有时候我们看一些教学或者外语篇 可能会觉得语速太快或者太慢 按键盘上的左中括号 可以减慢播放速度 按右中括号是加快播放速度 如果你想让速度按倍速增加或减少 可以按住shaft键 再加左中括号或右中括号设置播放倍速 按一下回退键 就能恢复正常播放速度 接下来我们聊聊字幕功能 我这个视频有42个字幕文件 当我在学习的时候 我可以随时按接切换字幕 看看它说的是什么 按shift加绝继续切回来 如果我想看的是上一句 再按country加左即可 下一句则是country加右 如果字幕太小 按shift加g可以调大字幕 shift加f则是调小字幕 如果发现字幕和声音对不上 可以按country加shift加左键头 或country加shift加右键头 来调整字幕的延迟 让话音同步 按一下V键 就可以隐藏或显示字幕 如果我们看到喜欢的画面 按s键就可以把整个画面截取下来 并且自动保存到桌面 这个是带字幕的 按住shift加s 截取的画面就没有字幕了 如果想看清某个细节 按数字键9 或者out键加加号 可以放大画面 按数字键1 或者out键加减号 可以缩小画面 按一下数字键5 就能恢复到原始大小 当我们想关闭播放器的时候 只需要潇洒的按一下Q键 就可以直接退出啦 当然 这些只是我列举的比较常用的快捷键 想了解更多的话 可以返回MPV的官方说明页面 这个页面中 还有非常多快捷键的使用方法 描述的非常详细 好啦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你会喜欢 我是小胤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